好,快速點再回到 等到P老司長發送,我們再切到現場就好 各位來賓,感謝各位持續參與 參加富邦全球化講堂暨台灣風險社會論壇 接下來的場次為第一場深度對談 綠化資本流與能源轉型 將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趙永邦教授主持 引言人為台大風險中心便中配國士 我們也邀請到國發會政政貿副主委 副邦經控風險控管處徐偉傑副總經理 350台灣李建歡研究員為我們語談 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主持人 好,我們請幾位旅館人跟他發表一件事好不好 那因為我們政府主委等下一個三點要提早走 所以他等到他,他就現身一殺 所以我們幾位先上來,好不好 我們請那個徐徐徐總總還有 好,我們大概請坐 好,謝謝 好,謝謝 我們非常感谢在座的有很多相关的团体 那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台大的团队也好 那我们也感谢对我们的这些来自这个宣传的经济也好 或者是未来我们整个要发展的这个能源的转型 非常关心的科学现金的能力也好 那我们这一次是我们台大风险中心 做首长也在这里 我们在联副邦的支持之下 有这样的一个论坛 我们非常高兴各位的参加 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衍生一些保贵的一些有关 我们在有关资本的这些发展以及能源的转型上面 怎么样能够促进台湾这些方面的发展 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程序呢 我们先由我们 封顶中心的我们的变化变化 是来做一个报告 差不多是15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接着呢 请我们 我们终于美国安会的政策 政策这个部署 他等一下也有15分钟左右 做一个回应 回应完呢 因为政府总统证画 还有还有一个事 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家 提醒问题 一起来讨论 我們接著就再請我們互幫 互經痛的 我們徐維杰徐總經理 來做一個旅談 然後最後請往上來 三五年 各個各個各方略行就是臺灣 那麼由我們李建宁歡迎 這個先生來做一個旅談 最後我們再開放各位 一起來做一個討論 我們程序大概是這樣子 現在我們首先我們請佩東佩博士 來做一個簡報 我們歡迎佩博士 大家好 我是台大風險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佩東佩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報告這個主題 綠化資本 那這個主題呢 是我們金融中心 研究了兩年多的一個主題 主要是在探討金融業 在面對集團氣候風險下 應該有什麼樣的方式去進行應對 各位 那我特別講一下 這個主題呢 其實是我們中心集體的研究的結果 那其中尤其是助理研究員務玉許 他參加了非常多的寫出的工作 那我這邊呢 是代表風險中心 這位各位可以做個贏言的報告 那第一個 就是說我們先做一點觀念釐清 那基本上大家都會認為說什麼叫做 綠化資本流這個東西 有些人會把綠化資本流跟綠色金融呢 化上等號 那就風險中心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那綠化 綠色金融是什麼 一般來講會把說 認為說綠色金融就是說把貸款 給所謂的綠年產業 綠化產業 然後呢 就是讓台灣 使得台灣能夠進入再生年園的生產 但是 這個東西認為說綠化資本流 台灣應該納入綠化資本的概念 不應該把所謂的 金融業介入所謂的台灣綠化呢 只限在綠色金融 那他應該是什麼東西呢 那就是說所謂的金融業呢 在因應所謂的極端氣候風險 因積極的 積極的將資金從高碳 高風險的產業移出 然後呢 投入綠色金融 那再加上因為金融業它有龐大的資本 還有能力 所以它可以引導所有的企業綠化 不只是所謂的金融業而言 好 那為什麼這個議題重要呢 第一點 就是說這個照片呢 是2007年 美國德州Houston地區 受到哈威颱風影響後的災區 剛好我那時候住在這邊 那那個時候我剛好在寫論文 那就受到了所謂的撤離令 那我的太太呢 就包衣服啊 包很多東西 那我就準備著我的筆記型電腦 一項書還有資料呢 就撤離 撤離了大概三四天 那我家是幸好沒有被淹到 但是整個大Houston地區 就是幾乎是受到非常大的損害 那重點在這裡 就是說跟台灣很多地區一樣 其實這是2017年的颱風 但是呢2016年呢 我們就 Houston就遇過了 所謂的百年一遇的豪雨 跟洪水 結果2017年又碰到一次 今年呢我記得有消息說 2019又來一次 就是說台灣其實也是有很多地區有同樣情況 明明我們帶的一個堤防是500年一遇 百年一遇的地方 但是呢每年都遇到 那這個集團起頭的風險 那它造成什麼樣的損害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Houston地區呢 就造成非常龐大的保險理培矩症 跟房概斷頭 這個是對金融業的影響非常大 那就是2017年的資料 美國哈維總共三個颶風 大颶風的影響 哈維 艾瑪 瑪利亞 三個聚用的 光是保險支出率 就920億美金 920億美金 那 2017年 2017年 全球自然及人為災害 也是保險支出率 3370億美金 那 這個東西呢就會 造成我們就說 有這麼大的手害 如果未來極端氣候風險 沒有獲得控制的時候 它的影響會非常的大 到底有多大 其實全世界的智庫還有金融業都在算 但目前算不出來 沒有模型算得出來 但是我們都知道大家在做一件事情 如何讓極端氣候的風險降低 那其實大家已經提出非常多的風險 那個 的一些方案 行動方案出來 希望能夠降低高碳 高污染的產業 那 使得這些產業的 不要生產那麼多人化碳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產生另外一個風險 就是 擱置市產風險 什麼叫擱置市產風險 會有這麼大的利潤 20年後 可能有 可能有這麼大的利潤 我現在投入了 但是 因為各種行動方案 要求高碳產業 降低它的產能 可能會使得 你的 投資 沒辦法回收 這個是 一個數據 Carbon Tracker 在2015年做的報告 就是光是有煉油業 這個煉油業 它目前2015年的稅前 利益是170億美金 那Carbon Tracker做了一個情境分析 就是說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 用2030年全球升溫 控制在兩度C內 用這個情境分析做 做 研究的話 那 大家可以看 到了2035年 電油業的稅前 一定會 責辦 735億美金 那Carbon Tracker是這樣講 就是說 這個目前只有煉油業 它只做了煉油業 但是 因為煉油業 是整個大石化業的一個 非常關鍵部分 可能 它目前也是做出可能 整個大的石化業的影響 可能也有類似的規模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台灣好了 2018年台灣的石化業 產值是1.6兆 台塑四保的稅前利益 是新台幣2568億 好 那 中油是423億 如果 我們為了要 達到所謂的 2030年全球升溫控制到2%的時候 那 如果 那 現在投資 金融業 或者是投資業 投資到台塑 或中油 或其他的石化業 就會面臨到 割資資產貢獻 就是我們投入的回收 或者只能回收到一半 好 那 現在來看 整個化石產業 它的擱置風險 大概有多少 他們追個的統計是這樣 大概有2兆 2兆美金 好 那 現在就面臨到了說 整個全球都面臨到 不管你是 極端氣候造成了物理 你的自然是有所害 或者說你為了解決這個集團氣候呢 要進行一些轉型 產業轉型 或社會轉型 所造成的各自資產風險 都已經要拿出行動來了 那 這些行動呢 也會影響到金融業 那我們認為說呢 目前台灣 在推動綠化資本流有四大敘利 分別是政府 國際 金融 各民眾 那 粉紅瓶中心這邊 就探討了一下這四大敘利 目前的狀況 那我們先看一下國際 國際的部分就是 國際氣候風險揭露已經是主流了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金融業 目前可以說是受到千刀萬鈴追 就是說尤其是最著名的TCFD TCFD就是 氣候變現相關財務揭露指引 現在是要求金融業要開始 將可能面臨到的氣候風險 進行量化 進行量化 那這個東西呢 已經開始跟各個企業永續 結構標準 開始對接跟整合了 例如 我們看到 綠化青龍系統網路 這個是18個央行跟5個國際組織組成的 他們已經提出說到了2019年 就是今年底 就是今年底 會提出一個情境分析的模型出來 情境分析的模型出來 那再來一個是GRI 就是所謂的全國有永續性標準理事會 他們的標準也有 開始跟TCFD 就是要求氣候變遷風險 要進行對接 那還有一個是 CDP就是碳揭露計劃 那也要求金融業開始用量化的方式 去揭露氣候變遷的風險 那國際的部分 處理完了之後 我們看一下民眾的部分 民眾是這樣 我們台南風險中心在2018年 做了一組的調查 那這個調查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您認為你的投資機構 包含企業 金融業 做投資決策時 是不是要考量氣候變遷 跟低潭裡面的因素 有86%的民眾認為統一 這是現實講 我雖然認為這個事情很重要 但不等於我了解 所以我們又問了一個問題 你適合了解自己的退休金 你投資到哪些相關產業 是不是真的投資到 你認為不應該投資到 高坦的產業或高路軟產業 那86%的人認為不清楚 這個顯示出 的確民眾對於 我關心這個議題 但是資訊不透明 我沒有辦法接觸到 那既然這樣 金融業的表現是怎麼樣 它是不是真的有把相關資訊 開始揭露出來 那其實是這樣 台灣其實有13家企業 已經簽署支持了 金融業簽署支持了 但是問題是這樣 我支持跟所謂的 我真的有做到 是有距離的 那距離多大 我們現在因為TCFD還沒完成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指標來看 它是資產游泳者揭露計劃 AODP 在每年度的氣候風險揭露評比 那實際上 第一個是這個陳色的 是勞動基金 就所謂的100大公共退休基金評比 那我們的勞動基金 勞退 勞廣勞退 目前排名是第70 雖然是100大 它其實是最後一名 因為X的是30個 所以它剛好也是最後一名 那它的評比變化還退步 2018年 那全球前80大金融保險公司停滴 那目前台灣表現最好的是國泰金控 36名 36名 然後再來是國泰金控 56名 那而且上升一級 都是第一級 那同樣屬於政府基金的 類主權基金的中華優政 也是70名 也是X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 所以目前的台灣有在 LDP上揭露的四家 金融業裡面呢 都是處於第一級過X級 都是 尤其是X級 政府基金都是落後者 沒有應對 那第一級呢 都是旁觀者 有限公開風險 那就是 目前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目前台灣金融業在氣候風險揭露上 也有進步空間 我們最後來看政府 蠻重要的政府 就是說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扮演跟機器的角色 就是說 雖然政府近幾年來 重視資訊揭露 但是在氣候風險揭露 綠色資本流方面 應該扮演跟機器的角色 一個例子是剛剛的案例 就是說 兩大政府基金的表現居然是最差的 所以都是X級 那另外一個案例是 我們已經說我們看到了一個就是說 在溫室氣體減量的政策配套中 有提到說 推動公企業及公有基金投資主持 組合之探風險揭露 但是環境部門在定定 在推動所謂的管制行動方案之中 這個就不見了 就是說部門跟部門之間 或者說法令跟辦法之間 這落差就出來 那就是表示說沒有做到 也沒有好好的去推動 好 所以我們盤點了這四大驅動力 可以看到說 台灣在推動綠色資本流上面 有它的 有進程 有一定程度的成果 但其實還有一定程度的進步空間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台大風險中心 在去研究 然後去提出了所謂的推動台灣 綠色資本流的所謂的三大進程 一步一步該怎麼做 第一個是低企圖 我們希望在三年內能夠達成 這個低企圖 主要是要配合台灣那邊轉型目標 就是所謂的五十三十二十 就是所謂的二十就是 呃 百分之二十是再生能源 在這樣的條件底下呢 我們就是希望 低企圖 三年內 你就是盡量達到所謂的 以揭露風險為主要目的 然後系統性的盤點 金融體系 補免你們的切額風險 那它有兩個任務 第一個 就是引進TCFD 這個其實已經在做了 已經在做了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麻煩就是請政府所掌握的 類主權基金 揭露 投資風險 就說不能只停留在X級了 麻煩就到了 如果要 政府其實要變成領頭一樣的話 也不能到D級 就是剛剛的 至少要到C級或B級 我們希望能夠在三年內 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那中企圖C呢 這是五年 我們希望五年呢 能夠 這個是 配合台灣溫檢法的目標 那就是希望 政府的基金 我們還是希望政府基金 能夠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政府基金能夠停止 並撤除 投資高污染高碳牌產業 就是所謂定義 所謂的黑名單 你這個黑名單裡面 是高污染高碳牌呢 政府基金 就不要去投資了 那再來是 企業界成立高層級 是專責氣候風險評估小組 現在目前的 因應對所謂的氣候風險的部門 在金融業裡面 很多都屬於所謂的 那個 企業社會責任部門 他也許 而且他甚至是更低的部門 那我們會希望他能夠在 能夠提高他的成績 不管是在農事會底下還是其他部門 那再來就是 就是要發佈TCFDD的報告書了 TCFDD 那就是雖然 就是把他 未來的氣候風險 真正的把他的量化算出來 讓大家了解跟明亮 最後一個高氣圖心是十年 我們現在十年內達到 這主要是要配合2050年的零排放目標 然後呢 不只是政府部門 只是部門 也要有具體落實投資黑名單 就是高碳排的 就是標誌投資的 那再來 政府的利害關係人 要一定參與 投資標的的篩選與審核過程 那我們希望 因為今天在座的有專家 有NGO 有學者 然後也有業界 業界者 也有官員 那我們希望這三個階段 中期屠心 低屠心 中期屠心 高屠心 能夠大家一起 能夠把它完成 好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我們這個 林博士 剛才有關 從我們 人業的轉型 看政府 跟我們相關的企業 或是產業 怎麼樣 從一個低屠心 怎麼樣能夠 在未來一定的年度裡面 特別是像15年之內 能夠提升到 一個高級屠心 那這個需要大家 共同努力 那因為 我們接著請我們 這步驟 來做15分鐘的報告 好吧 我們歡迎這步驟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會議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第一個非常 很興奮 被邀請 第二個 也是 可能要先 鑑定我在台上的巧合 因為剛才 這個辯博士講的 是有關 綠色資本 的東西 他特別提到 這個金融的部分 那我想 可能跟我 上一個工作 比較有關係 因為我上一個工作 或者是這個金融會的 付出 那所以 那時候跟金融會 比較密切的關係 那我現在是 國發會 那剛才 這個辯博士 簡報裡面 有些東西 我可以做 做一些補充 那首先 我們來看 就是說 在這個 裏面 有做到一個 就是說 今天要推動 這樣的一個 立花資本 有四大驅動力 包括政府 民眾金融 跟國際 那 辯博士也特別提到 國際的 有些國際提示 那 可是我必須 要說明的就是說 就整個氣候變遷來講 最重要 可能不是辯博士 剛才講的 那幾個機構 現在大家知道最重要的是 有巴黎氣候的協議 就是 全世界很多國家 新興國家 開發東國家都參加的 但是有一個國家 後來就退出了 對 那 台灣現在雖然沒有加入 這個巴黎氣候的 簽約國 但是其實我們也知道 這個跟我們的影響很上 那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我不是政府官員的話 就是說 假設我們 直接看 一個數據來的話 那巴黎氣候的協議 基本上就是 簽約的都承諾 要再做 該個期限內 把 碳排放量 把它減半 對 那以台灣來講的話 就是 其實 我們也有 承諾要減半 但是以目前 實施的狀況來講的話 我相信結果 可能不會讓人家 覺得 太不太好 對不對 原因就是 剛才對國師也講的 就是說我們還是有很多 產業 現在還在 在從事一些比較高排放的 一些 一些 一些系列 那就是台灣的經濟 現在建築 建築在這些 產業上面 這是一個 現況的 的分析 所以 現在講到政府的角色 能夠做些什麼 那 第一個 我覺得就是說 在政府的部門裡面 以我以前的計劃會來講 就是我們已經有提出一個 綠色金融的行動方案 那當然 剛才對國師有講說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不等於綠色資本 那我想這個觀念 當然都 還可以再進一步來討論 但是我想 可能一般民眾 有對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可能也不太清楚 所以 如果再花 一點點幾分鐘 一兩分鐘就好 所謂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當然目標就是說 希望設計一個誘因 希望鼓勵 不管是金融業 或是非金融業 都來從事這個綠色的經濟活動 當然 這個所謂綠色經濟活動 並不是說 基本上會說得算 綠色金融 如果去看國際的定義 有好幾十種綠色的金融值 所以 前一陣子 我還記得 這個貴款中心 他們在說 他們現在這個綠色 這個金融貸券 已經發了多少 結果被另外一個國際組織說 你這個不符合綠色的定義 可是貴款中心說 我也是根據國際定義來算 這也就是說 因為大家按照是不同的國際定義 所以這是第一個 可是第二個 我想更重要的精神 不是在國際定義 而是在於什麼叫做綠色 所以我們只要去做年 可能是說清楚了什麼叫綠色 綠色並不是說 你做環保的才叫綠色 那你做高污染的就叫綠色 綠色是 你只要能夠做年人檢測 然後有助於一同男性的都叫綠色 所以即便是高污染的產業 它也可以做綠色的活動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台灣現在來講 水資源是一個缺少 雖然台灣下雨很多 可是現在開始如果夏天 有時候比較乾旱不下雨 那大家都會感受到缺水 所以經濟部在做的就是 鼓勵廠商去做這個水循環支援 那你知道高雄有一家廠商 它就是做這個半導體的 但是它半導體它的水回收可以99% 所以它叫你說它不叫綠色 所以它就是已經把這個水能夠做到完全的循環使用 那這樣也是一個綠色的活動 所以綠色金融行動方案的目的 其實也是要達成對地球的友善 只是它的範圍不限定於 只有說我是做好的企業 我做壞的企業就不行 我覺得它下面 其實它也能夠從事這個環保的運動 這是第一個要先做說明的 然後剛才在這個簡報裡面也有提到這個民眾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事實上是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民眾對於要不要支持這樣的活動 一定大部分人都支持 可是等到實際要做的時候民眾都說不曉得怎麼做 其實不是民眾不曉得怎麼做 我認為是民眾故意忽略不想去做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知道最近大家看到台灣的沿海環境 都會有很多這個塑膠浮力對不對 所以大家說要減少這個塑膠袋的應用 那方法署事實上這幾年 也一直在禁止塑膠袋的應用 那最近一波就是說要禁止這個吸管的使用 結果你看到雖然說大部分人都配合 可是還是造成到民眾很大的困難 這就是我講的 你如果民眾也問他說 你知不支持這個環保都支持 你可不可以今天不要開冷氣 不行今天太冷我還是要看一下 對不對所以就是說我們在執行上來講的話 從金融的角色來講可能很難一步到位就是說 要求金融業我今天對於這些污染的高排放 我就是不要給他貸款 不要給他投資 就是可能很難一步到位 那我們在聯社金融的形狀方案 其實設計的還是一個機制 比如說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現在就是之前的金融會 他已經要求上市被公司 就是在一定資本人以上的 就一定要配出這個CSR 社會責任的報告書 那社會責任的報告書裡面 這幾年來 國際上一個最重視的就是說 將來你這個企業 還要幫忙 特別對氣候變遷 提出你這個企業的秘密方案 那對博士剛才講的 你這個石化業 還有你這個因為的颶風來導致的這些損失 那氣候 就是對企業本身來講 現在台灣的企業可能大家覺得說 比如說農業來講 如果有一個異常的天候造成農損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說 那政府會被補貼 所以民眾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要因應氣候變遷 政府就要被天然災害的損失 就不要被補貼 可以做得到嗎 可不可以完全讓民眾應該要支付風險 自己去買保險來保障自己的損失 這是第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歇傻的要求要出這個報告書之外 也要符合剛才對博士所講的 要符合GRI的一個認證標準 不是說你出了一個歇傻 你自己出 然後不符合國際的這個要求 所以我們現在有出歇傻的報告書 因為我相信已經有將聘三四百家上市規公司 那台灣民眾學會一直希望 儘管會能夠就是說 不要做乾資本的以上 全部要求要不要出歇傻 對 要像我們現在在推這個雙語 那這個教育所要求所有上市規公司 全部要給我出這些英文的採訪 英文的年報 結果這樣要求下去很多公司說 那我不要掛台的成本太高 我只是一下中小企業 我沒有能力負擔那麼多的一個成本 所以就是我剛才講 還是回到一個誘因的設計機制 怎麼樣能夠逐步的誘導這個企業 能夠從事這個環保 然後對地球友善的這些活動 所以我們是採取一個見見識的 那我相信在銀行方面 剛才貝博士也有講 很多的銀行都支持就是說 他們放款要給這個對地球友善 對綠色的企業 那可是真正敢簽 就是這個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 在台灣只有三加一拿 對 那為什麼 因為你簽了你就真的要做到 你真的要對有一些對地球 反擊不友善企業 你真的不能代款給它 可是大家也知道 台灣是一個金融競爭很激烈 你如果只有幾家簽 大多數都不簽 你覺得對這個企業的融資會產生影響 你這家不借 其他還是會借給它 對不對 所以要配用這個要 你就是全部大家都遵守這樣的原則 那如果幾家來簽 事實上是不夠的 那剛才講的投資面來講的話 在綠色金融行動方案裡面 我們其實也是希望 像這些大的這些投資的基金 有能夠簽一個禁止的原則 就是它在做投資的時候 可能也要重視這個CSR 如果這個企業 它不太重視CSR來講的話 那你這個投資就不要 那是發揮你投資人的一個力量 因為你投資是一個 掌握公司股權的一個情況 可是這個問題來 剛才劉博士也講的 你那個還說話 每年賺那麼多錢 貨利那麼穩定 對不對 那你說對這些退休基金來講 你這樣不要投他 那他想說 那你可不可以再給我其他 可以取代他們的公司 那所以這必須是一個 探戶就班來的一個做法 那我其實看到很多民意間 很多人比政府更好 你說剛才有講到一個探足基 這個事情 那在政府的規劃裡面 其實以前就 我們在聽訪的時候 也常常被問到你說 那打包為什麼沒有探交易 對 可是大家知道探交易這個是 哪個部隊上主管人 大部隊上主管人 大部隊上主管人 可是你要做探交易之前 你要先做探盤點 對不對 你才知道你有多少東西 可以來交易 那所以在政府的部門來講 現在感覺就是說 這個進步 我必須要承認有點落後 但是我剛才講的 民間 事實上 像我們最近很重視的 這個區塊鏈 很多 民間的試圖 來做區塊鏈認證的看法 所以其實科技進步是很快的 那我一向認為 科技是一個解放 那現在的問題是過去的科技所造成的問題 比如說大家過去不是傳統的 並沒有地球污染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大家都開車 大家都吹冷氣 大家都吃重 所以造成地球的暖化 那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是用科技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必須要講清楚說 在機制上的這個做 把現在政府部門能夠洗心協力的 第一個就是剛才有提到 50 30 20 先把這個能源的結構做一個調整 所以我們現在在離岸公民法面來講 幾乎是政府部門的資源 就是幾乎取權力而出 就是希望改善我們這個能源的一個配備 也是我們認為就是說 可能大家在座的各位 要跟大家起來努力 就是像我剛才講的幾個小例子 就是有時候要推動這些節能減碳 比如說這個免洗筷子 比如說大家可不可以 比如說自備一個人 那講了很久 但是事實上還是很難做得到 所以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我接受大家的質詢 因為還有很多時間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這個政府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甚至開放 也在座的幾位可以 想請教一下 有幾個問題 我們來向政府部門做一個請教 我們有幾個時間 或者是我們可以請 在座的一兩位 或者上三位 想請教 我們歡迎各位 好嗎 有誰 有誰 沒有 聽 好聽 各位 請這個 演講 我剛才有一道一開始 講到一部分 我們說組織的定義 這方面 那目前有什麼對策 那未來是那樣目標 大概是那個 我們要跟我們分別出來 謝謝 好 我想大的一個方向 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這個 人員的結構 這要改善 那第二個 就是我們台灣不沒有忘記 我們被發力氣候 就是我們那個減碳的部分 其實我忘記那個時間 但是是有時間表 比如說我們在 比如說2030年來 我們要減到 是2000年來 是多少年的 水準的一半 所以這幾年 事實上我們還太增加 所以你要減到過去的一半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 所以大家也看到 不久之前 我們前賴院長的時代 他有說 2035年 我們要把這個 台北的這個 這個汽車全部要改成 電控汽車 那先從機車開始 結果後來就造成很大的 好 所以這些目標 其實我們還是希望 能夠補負來打成 當然手段 就要用比較聰明的想法 好 還有沒有其他 在電腦的 台北先生 我的小姐 想我們 把政府總請教一下 好 各位 各位你好 我是台大公認中心 國教委訓 那 有幾個組織上的問題想要尋找 因為你剛才上台的時候 特別說 我們今天這個報告的主題 可能跟你們的組織所負責的選擇 有點不太一樣 對 那 其實我有點搞不太清楚 國發會跟金管會 到底能夠負責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在綠色 在目前的那個 傳統署的那個 文字體減量的行動方案裡面 特別提到說 在綠色 在資本這一塊 主辦的單位 應該是國發會來主辦 金管會來協辦 那如果我們去詢問金管會的話 他很多地方都會說這個要詢問國發會 那剛剛副主委的意思是 那個要問金管會 那我可以問請問我要問誰嗎 大概是這個意思 就是組織上面的問題 謝謝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 因為我跟各位報告 國發會是一個政府協調的部門 基本上被立法院找去 只要立法院說不清楚來 不會就這樣國發會出面 但是我們其實是負責協調統籌 那你想資本資金的部分 是金融市場的負責 所以你當是金管會要來主辦 但是你如果講上層的協調 那當然我們要給房貸來扛起這個協調的責任 像我剛才講的碳交易 那它會有的是金融市場 其實不是 因為碳的部分是屬於 懷抱屬於的 那當然我想對民間部門來講 常常就是明慰遇到便利相對問題 就是幫我們要找哪一個金管 不愧 對 那我剛才有提供的答案 就是通常到股市場就長過8分 那我們就會幫你找到那個補助 這樣子 艾美 請教請坐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鼓掌 感謝岑牟總 謝謝岑牟總 好謝謝岑牟總 謝謝岑牟總 然後我們下班先來先放到一方 我們歡迎習武總 各位先進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到這邊代表 庫房金貢或者是金融業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一些金融業在這一個部分的一些看法 通常金融業它掌握了一些資金流跟資本流 在一些關鍵議題上我想應該是可以發揮部分的作用 但金融業其實在過去幾年常會開始發現 自己投資或受信這些客戶或者投資的標準 它本身如果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的時候 最後它常常就變成金融機構它本身潛在的一個風險 那在另外一方面其實風險的另外一個角度 我發現就是機會 那金融業怎麼樣透過這些風險跟本身的核心職能結合 轉換成另外一個機會 我想這個是金融業或者庫房金貢一直在持續努力 在找尋的答案 那以下我就就三個主題來向大家進行報告 第一個是在就是我們受信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的核心職能集 那第二個是在投資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前面大家所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DCFD那個企業工錢財務相關接歐這部分 那我們所做的一些努力 那第一個我們看到的受信的部分 那實際上就金融機構或特別是對銀行來講 受信或放款這基本上就是我們最基本的一個工作 也是我們核心之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 我們在原來的金融機構在銀行裡面 本來就很完整的一個信用風險的評估 那其實負方金貢在2015年之前 我們成立了這個永續經營願景工程 那下面我們其實就在董事會層級裡面 有一個公司制以及永續文會 那這個是在公司在整個金融董事會的這個層級下面 那發現說其實我們原來的這個傳統的信用風險的評估 其實是不夠的 為什麼不夠 我們在看信用風險的評估的時候 可能就只有在看這個受信的一個標的 它的5C5B 它的財務狀況 它未來的發展如何 那從企業社會的個人角度 其實我們覺得還有部分的ESG的項目 應該再加到我們整個這個評估的流程 所以我們在這邊會有一個ESG的檢核表 那我們關注的議題其實是很多元面向的 包括環保的措施 包括氣候面前 包括人權的議題 包括這個基建社會的責任 還有等一下我們會特別提到這個很重要的原則 是赤道原則 那在這個經過受信審核以後 我們會去看有些剛剛那個政主委 政府主委這邊也有提到 其實不是他在那個產業就一定不能做 而是他有一些改善措施 或者是說我們會有三種的一種方式 第一個是他上面就是核酬 或者是說 雖然我們可能會帶放給你 可是你有一些限制性承受 或者是要求 那這些需要這個公司去配合的 或者說我們用玩具 那更重要的是一個是代後管理 我們先借給你以後 雖然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去檢測你的方方面面 是有符合我們這些 不管財務的評估 不管是這些ESG相關項目的評估 而事後你有沒有持續在執行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很重視的一點 那除了剛剛所提到的這一頁 前面這一頁所提到的這些ESG檢測以外 我們把最下面這個赤道原則 這裡單獨拉出來 那其實目前在台灣已經有 就是自家金融機構加入赤道原則 那衛生機構也是其中的一家 那我們在2017年加入赤道原則 其實赤道原則在做什麼 赤道原則它是一個自律性的規範 它是一種風險管理的框架 再看你的受信這一部分 你的客戶是不是有在這個環境 或社會風險上面有一些衝擊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赤道原則的檢測規範 然後去審核 那如果是同意的話 那這些客戶 他也必須要去簽署一些 赤道原則的一個相關的法律性承諾 那就如剛剛所提到的 這些代後管理其實也是持續在進行的 那其實赤道原則它的一個重點 它其實是在評估重大專案中的一個 這個社會環境跟社會風險 所以它的目的主要是在建立一個 包容性的永續風險的 意識的一種受信選擇 那目前我們其實也都把它包落在 就是我們不放棄他的 這個當者受信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除了 那除了 剛剛雖然那個畢老師都沒有提到說 那個當受信 資金流跟資本流不完全一樣 不過我們也希望說 除了有些事情我們不能做以外 那該做的事情我們要多做一點 所以在這些支持能源產業 在我們這些綠色貸款或者是綠色債券的成銷 或發行綠色貸券 其實這一塊都是我們的重點的受信項目之一 所以我們在過去幾年來 大概都是一直在鼓勵的這些對於環保節能 或者是在綠色產業裡面有一個正向發展的這些受信的行業 那下一個我們提到的是這個領航投資的資本 那在領航投資 因為在金融機構最主要的兩大的一個項目 就是受信的投資 這時候我們需要去看一下你投資的這些標例 那是不是國保相關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要去設定有些路面表面這些 工資或國家 和違反這些BRA的影響 我們基本上是有被投資的 那或者是我們要投資 所以我們有一些股權參與 那我們的股權參與 如果去參加這些普通會的時候 如果有興趣的權利 它的表決權裡面有一些違反 就是這些社會的這些原則的時候 那基本上我們是不配投的 或者是我們必須要要求我們的 這些被投資的進行 它也要做我們的類似的結論 那我們希望說在整個投資的這個 上空下游的時候透過這個PRI的力量 讓我們貫徹一次性的這個領航投資 這個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在領航投資的部分 我們會有兩個大的面向 一個是我們在評估機制的部分 那這個評估機制就包括我們 我們自己做的部分 包括我們國際基金 給你們受購的規定 必須要接受我們的要求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們金融同業 希望大家能夠在金融同業 直接發揮一樣正向的力量 那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ESG的主題性投資 這些包括說對人類社會投資的正向 包括比如說一些醫療產業 會發明新藥 或者是綠色能源 然後ESG的這些基礎建設基金 那包括現在政府所在推動的這些 五加二的這些產業 我想這都是我們在重點投資的部分 所需要去加強的 那所以在這邊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的領航投資裡面 也包括這個SDGs的這些相對的目標 那包括這些投資行業生技產業 或者是綠能 地帶能的產業 或者不同的產業 這些項目 那下一個我們談到這個氣候變遷的部分 那剛剛所提到 其實在2015年發力氣候協定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協定 那在這個協定之下 有一個這個金融穩定小組 那金融穩定小組 其他最主要就是 它們的這個 就是氣候變遷相關的財務風險 就是DCFD 那它的目的最主要是在做什麼 一開始它最主要的目的 是在協助投資人 怎麼樣分辨企業 它在揭露氣候風險 相關的一些財務的影響數 那因為它要協助投資人 來分辨這些 氣候對 企業所造成的衝擊 所以它就跟企業講說 欸不會有這個揭露的標準 那你們必須都要依照這樣的標準來揭露的時候 那投資人才比較容易去瞭解 那這個投資標準 那這個標準是什麼 這個標準基本上就是 它把它區分成 你比較先進去電視你的風險 你的風險裡面 會有所謂的轉型風險 會有所謂的實體風險 但相對的風險 你就會有相對的機會 這些機會可能是因為 你的資源應用的效率 可能是因為 你資源的來源 或者是一些你市場的改變 或者是怎麼增加一些 社會對於這些風險的承受能力 那透過這些風險跟機會 你有一些策略性的思考 然後你一些風險管理的作為 然後來打算對你這個財務影響的一個揭露 那財務影響的揭露 就包括對你現金流量的接受 這些揭露 對你隨你表的揭露 還有對你這個資產股價表的一些揭露 所以透過這樣的標準 其實來讓各個公司 各個企業 它在財務風險的衝擊上面 就有一個完整的一致性的 一個風險揭露的狀況 那我們看到這一頁其實是 左邊是風險 右邊是機會 那在風險的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好像很可怕的這個數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在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那個美國東南 就有一個很大的爆炸 那個廢城的那個就是爆炸 這些其實都會有可能是因為 就是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或者像這樣的案子 其實在去年底的時候 西亞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 那個太平洋網店 因為氣候變遷 因為火災的關係 然後可能就造成破產 這時候 金融機構其實會需要去想一想說 我如果投資這些交易 我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會 好是這樣的風險 其實這個會 讓金融機構自己本身去思考 這樣子的部分 那在相對的機會的這部分 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我們剛好 不幫金融下面的不幫殘血 其實我們所做的就是保險的這些領域 但有些風險 其實不一定可以不一定 但是你可以透過大家 互相共同承擔 來增加這個社會抗風險的認識 例如說我們這邊成長比較高的 就有一個溫度參數養殖水強保險 剛剛鄭主委這邊也有提到說 如果我自己有這些災害的時候 那就是政府在賠款 那他就願意來吃別人 其實可以透過一些保險的機制 來自家整個社會對這些事情的認識 所以我們提出了這樣 施錄你的溫度保險 它只要低於10度10個小時 那我們立刻就離開 那這個都是其實我覺得 在整個增加社會的這個韌性上面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那個驅動創新的一個產品 那最後其實不幫金融一直持續 在這個ESG的運行程上面 透過我們的這些 有續評估當者收信 還有這些銀行投資驅動創新等等 一直在那個實施 也希望達到這個 在那個低碳氣墊 直接看白空調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這些 正向的力量 讓我們的社會 達到整個社會的共好 以下大概是我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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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 學副總 所觀在一個環境變遷跟 這個力量的時代之下 我們這些金融機構 在受訊 然後在評估 這個過程裡面 應該扮演的這個角色 我們很感謝他 因為時間過去 我們還是先 接著我們請 我們 李建嵐 三五零台灣 李建嵐先生的 研究員 來跟我們做一個報告 之後我們再整個開放 請大家 來向他們三位做一個請教 我們現在 這裡歡迎我們 李建嵐 李建嵐 OK 好 各位午安 我是三五零台灣的研究員 李建嵐 今天很榮幸能跟大家分享這個主題 有關於 綠化資本與能源轉型 那我們今天會更側重在 我們到底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 我們過去十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樣子的國際倡議案案例 在開始之前 可能還是要跟各位再做 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三五零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組織 我們基本上是希望 以氣候變遷為主軸的一個組織 那希望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 維持在350ppm 所以我們才以此為名 接下來 我們是在2008年的時候成立的 當時起因於當時在2008年的時候 長春的萌效爆發的一個撤資的運動 那接下來的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是一個國際環保組織 目前在全世界遍及各國有188個居列 OK 好 那對我們來說 不論今天是在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 哪一個組織 基本上我們都在呼籲這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百分之百快速且公平生意的賣下百分之百大生能人的願景 第二件事情是停止任何新化石燃料的開發案 那第三件事情呢 跟今天的主題可能最相關 就是有關於不再投資任何的化石燃料產業 那我們所指的化石燃料產業不只是燃煤 也包括石油跟天然氣 OK 那我們今天進到今天的主題 有關於目前我們在談國際倡議的部分 這邊要呼應一下剛才 資本市場撤資了將近八兆的美金 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那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 在講到撤資這個議題的時候 或許我們應該再回頭看一下 為什麼西方會喜歡用撤出資金來解決自己的社會訴求 這是一個他們西方國家共同的一個算是歷史記憶 在1980年代的時候 南非那時候正在實施惡名昭彰的種族隔離制度 這個制度當時引發了很多企業界 以及英國很多立法機構的不滿 那當時很多重要的學校 諸如劍橋甚至哈佛史丹佛這些 而且大家常常耳聞的學校都在呼籲 我們應該要停止 並且去施壓南非政府 終止這個種族隔離的制度 那當時最後當然就是成功的突破了這個種族隔離制度 那撤資這個時候 那時候發生的這些事情 撤資也被像是記上一個一筆 就是大家會說 撤資當時的確對於南非的政府決策造成很大的影響 於是在2012年的時候 那時候在美國爆發了另外一個倡議行動 叫做Do the lab Do the lab的這個倡議行動 背後想要跟大家強調的事情是 我們必須要去仔細的算清楚 在氣候變遷 我們到底還可以排放多少的溫室氣體出去 在這個背景之下 到底誰在燒溫室氣體 以及我們到底投資了多少錢 在這些化石燃料的產業上面 那把我們這些簡單的數字算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面對氣候變遷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困難 只要我們願意做對的事情 那時候他們算出來很簡單的數字 就是左邊這張圖 我們如果把現在地底下所有的化石燃料 全部從地底下挖出來燒掉 那大概可以大約排放出 4547兆噸的二氧化碳當量 那我們在避免我們的整個環境生態系失控之前 到底還可以再排放多少的 依據科學家大約 他們估算出來的一個數字 大概是900兆噸 反正我們只是要把20%的化石燃料 從地底下再挖出來 我們這個世界就回差不多一半 那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可以去思考說 好 那我們需要去終止我們對化石燃料成業的投資 但我們應該怎麼樣去選擇 一個不該做的事情 因為畢竟 在技術這個議題上大家都應該知道 也像剛才我們的很多演講也就提到這件事情 如果去定義綠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金融單位 每一個主管機關 他們都面臨一樣的困難點 就是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去平凡 那 就像 甚至再進一步剛剛提到 像TCFD 這邊有講到量化的方式 量化其實就是更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我們這些東西 它可能是不該做 或是也許不該做的 但我們怎樣把它量化成我們真正的風險 以至於回歸到我們財務上的表現 這些事情是一個很需要豐富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 剛才佩博士這邊提到的很多國際組織 那國際標準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絕對不是只要看巴黎氣候協定 就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 那這邊也要特別指出 其實國際上還有另外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喜慮或漂慮 所謂喜慮或漂慮就是 如果我今天一邊丟垃圾一邊撿垃圾 這樣子的人到底是環保分子 還是只是一個製造混亂的人而已 那很多當時的材料上的這一些化石燃料的產業單位 在仔細看這邊的所有的商標裡面 或許我們可以找到 你認識的一些化石燃料單位 例如說 大家可能一定一定認識的 就是最右上角的一個可派石油 那像這樣子的單位 他們有沒有在發展地位 有 他們有沒有在減少污染 但是他們能不能被稱為 綠色產業或環保分子 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怎麼可能會讓資金流 做一個綠化的資金流 跑向像這樣子的產業 這樣子的公司 這對於一般民眾的認識 以及對於所有環保推動者的認識來說 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那時候 剛才鄭主委有提到 有關於我們被國際的組織否決說 我們某些綠債 沒辦法被國際的 那個組織叫做 氣候戰券俏裏組織CBI所接受 原因是因為我們當時所提倡的是 增加燃煤跟天然氣的燃燒效率 那這個東西其實它是一個 可能掉鬼的事情 它其實並不真的能夠解決 氣候變成問題 甚至無法加進去減化 我們目前對於整個大企的污染 換言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倡議 並不是一個能夠被 綠色的資金所接受的標準 那我們這邊跟其他國際組織 其實統整出來了大概200家 有算是化石燃料產業定義的組織 那我們也很期待 未來能夠再跟其他的金融業者 或者是主管機關任何 以及任何學術單位去合作 把這樣子的概念更進一步推廣出去 讓大家更多人理解 什麼叫做真正的綠色資本流 好 那我們來看看過去十年前 為什麼能夠做到這種事情 從2012年他們開始做出Dulamath之後 就會發現他們在2013年和2014年 其實一開始成長的速度是相對緩慢的 有很多小型的組織開始願意承諾 我們不再投資化石燃料 但一直到2015年 開始有比較大資金的規模投入 在左邊這張又邊這張圖 可以看到我們在2014年之後 有比較明顯的突破成長 一直到2018年年底的時候 突破到8兆以上的資金 決定撤資化石燃料 那我們可以看看 到底是誰在進行這樣子 有道德意識的金融決策 最主要一開始當然就是 宗教機構與團體 大概他們佔了28%左右的比率 其次包含慈善單位他們的基金會 或者是第三個是教育機構 政府的預算資金 以及目前我們常常看到的 所謂的退休金公基金這些單位 他們開始決定徹底的 根據他們跟化石燃料之間的關係 以免再進一步去塑装 這些化石燃料 他們在我們溫習器上的破壞 那目前我們已經蒐集到 超過1000份的化石燃料的測試的生命 並且有拔角的資金 剛才已經特別提過這件事情 那2019年2月的時候 我們也跟其他的單位去合作寫了這一份 有關於全世界金融機構 不管是公部門的或私部門的 目前對於化石燃料扯資的承諾盤點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這份報告 其實通證的蠻清楚的 尤其是對於國際上比較重要的金融機構 都有比較完整的盤點 OK 下一頁了 好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其實當初為什麼能夠開始出現 比較大規模的撤資行動 剛才我說2013、14年的時候 其實都還沒有一個很明顯的 撤資的浪潮出現 最主要是2013年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世界銀行決定說 我們應該要去想這樣子的一個化石燃料扯資 從此開啟了大家對於我們這個活動 以及這個倡議的認識和興趣 那後來尤其是15年有個特別代表性的案例 是挪威的主權基金 他們在他們用了 照美金的資金規模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基金 那他們決定在180和19年的時候 分別針對燃煤還有對於化石燃料 全面的撤出他們的資金 並且投注到財神能源去做對的投資 那這樣子的一個決策 相當程度的影響了很多的公基金 以及目前很多金融單位 他們發現說原來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已經在形成趨勢 那我們必須要盡早做出預防跟準備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挪威主權基金的一個案例 接下來我們可以統整一下商業銀行 剛剛可以看到商業銀行其實在整個排名裡面 其實不算前面 因為其實面對資本市場的競爭壓力 其實是很困難的 那要去處理這樣的問題其實也可以理解 那特別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接下來有一個G20的活動 G20的活動會特別針對商業銀行目前的投資進行盤點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去看目前整個資本市場上 商業銀行對於燃煤的投資 如果以前30年來說 我們今天不要看那麼多 前15名就好 大家不知道在這份表單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我們發現前五名裡面 有三家來自於日本的銀行 分別站的第一名第二名跟第四名 而他們就是分別的是MFG三頂 無珠浩瑞瑞跟SMBC三個住友的集團 那這三家銀行為了因應這樣子的一個批評 以及他們對於簽證負責人的態度 也開始決定要去進行撤資 那在過去的兩年間 包含新債銀行華僑銀行也加入這個挑戰 那從新加坡到香港都開始有金融機構 就去加入這個規定 OK 那這是目前整個態勢 從113年到現在2019年發展出來的整個進程 那我們想要跟大家特別提一件事情 就是校園在這個時候扮演的力量 其實這件事情 不論是在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 或者是我們目前的化石燃料的撤資運動 都是由校園先發起的 那當時史丹佛他們那時候在進行撤資的時候 強調說金融支持常常是一個現態 是一個現況 但是並不是一定要投入在這些污染的產業上面 並不是真的沒有辦法去取代他們在這方面 就像是已經對於燃煤或是這些基礎的 能源設施上有的感覺跟現況 而且並且要強調說 其實在金融體系以及金融體系背後 存在著道德的一些基本的認識跟內涵 那他們從2012年組成了他們的學生組織 向校方提出抗爭 那2014年的時候成功地去推動校方對於燃煤的撤資 可是後來實在還有很多的爭議 對於校方是否能夠對於天然氣 或者是石油精革的撤資有一些討論 那當然這個爭議吵了很久 到目前只是加坡還是不願意在天然氣 和石油這邊做出承諾 不過至少他們已經對於氣候變遷最大的威脅 然沒想要進行撤資 以台大來說 這是一個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地方 台大目前從2014年創造的 創了氣候行動社到後來 2017年創了學生會的永續部 就開始持續推動台大上原基金在高炭牌 高污染的這些產業的撤資 那他們後來在可以看到時間表 在17年的時候提出了短人包 大家各位都可以在Facebook上 持續找到相關的資料 那18年的時候他們在校長選舉的時候 問了現任的管中民校長說 我們現在是不是打算積極地訓練這個問題 而管中民校長的確給出了一個很肯定的答案是 校園基金即將對於這件事情 做出一個很嚴肅的談點跟回應 然後接下來2019年2月 他們也重申了這個公開性的聲明 希望管中民校長在上任之後 可以給出一個比較明確的答覆 但目前還在期許發展當中 OK 那我們最後要強調的事情是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資金的使用 我們總是有兩個袋子可以把我們的錢放進去 你今天可以選擇 你要把基於你的道德 基於你的獲利的要求 把你的錢放到綠色的袋子裡面去助長整個 不管是在減緩 再生能源的發展 或者是對於房災這些東西的投資項目 你也可以把錢放到高污染高碳排的這些錢裡面去 但我們的錢是有限的 這兩個之間是相互衝突的 如果我們今天選不可能 我們有那麼多的錢 同時放在高碳排高污染 又同時放在再生能源上面 我們只能做出取捨 是我們現在每一個人 我們是金融機構 政府機構 以及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在放存款的時候都必須考量的事情 那我們過去一次辦一個角色 就是經驗傳承跟把他們 今天有人要去做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去跟國際上做接軌 簡單來說我們叫做銜接草根的能量 那我們這段時間把國際上的一些校園的案例 都整理在我們這個手冊裡面 整理去一個SOP 那同時間在日本的組織也呼籲說 希望能夠讓全亞洲的人 認識到說我們目前日本的金融機構 是怎麼樣摧毀整個亞洲 對於氣候變成的脆弱程度的 那接下來我們在近期也推出了 我們自己個人出發存款的一個綠色倡議 因為我們在過去溝通這段時間 每次在談這件議題的時候 大家就會問說 我們現在哪一家銀行是最綠的 是最有助於環保跟解決氣候變成問題的 那我們那時候 始終沒辦法給他們一個明確的答案 那當我們跟金融機構溝通的時候 他們會說他們希望看見更多民眾 對於這方面的需求 所以我們因此去創造出了這樣子的一個表談 希望能夠跟金融機構他們這個需求 以及民進的需求做結合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台灣一直都存在於 要用更好的方式來對待我們的財務以及環境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表談 集合大家對於銀行去改革的訴求 來讓銀行明白說 我們也許可以做到更好的表現 以及去想應民眾更多的呼籲跟態度 那這是我們最後組織的一些簡介 跟我們目前在做的事情 不然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持續追蹤 然後我們待會可以有更多在會後的討論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我們350 這個台灣的研究員 研究員提供滿新的一些觀點 特別提到這個Fosphory跟這些 等關係的觀點 測試的觀點 慢慢地跟綠色的未來的發展 能夠千里能臨在一起 希望大家能夠 等一下有機會我想要請教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請我們幾位先上台 我們三位方面 我們徐總 我們 跟博士 我們上台 等一下 我們因為報告已經到一個段落 然後我想 我們剩下一點時間 大概只有 有 十來分鐘 我們是不是也 開放 在座現場的很多 我們看到有學界的老師 有很多的同學 有很多相關的研究組織 我們大家一起來針對這些議題 綠色的資本 以及環境的永續的轉型等等 怎麼樣來達成這樣的目標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開放 給在座的所有的 我們向他們三位 剛才報告的部分 有關的問題可以向我們請教 好 我們先去開放 各位提出問題 由他們三位來回答 來回應 各位提供 我們現在就開放 好 各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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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您的提供演講 我是來自台北歸西大學學生 我請教一下 有關於問題說 你在 PRI六大原子上面 就第一項目 你第一項目 是叫做 制定 制定過程 第二項目 才是政策與業務 但事實上 你在那個 氣候變成這一塊 你把政策當為第一項目 那這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喂 不好意思 第一個先跟你報告 因為我們這個PRI的六大原則 它現在是六大原則 它不見很有順序的部分 所以其實六項目的則 其實我們都是廣告 就是很 就是同樣的嚴謹在看待 那第二個是 你所提到那個氣候變遷的部分 是不是 就是 我們在那個氣候變遷的那個 它所謂的轉型風險 那個政策 它其實中間這幾個項目 它其實果不是說 政策是一個順位 它只是在講說 如果我們在這個轉型風險裡面 我們要去思考說 在這個轉型風險 那我今天從高碳社會轉向 一看社會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要去想想 有哪些項目 對我們可能會有一些衝擊 或有一些風險的影響 那例如說 政策的改變 例如說科技的改變 例如說市場 或者一些 這個人可以學一些信譽的這些問題 所以那這幾項其實我覺得 在PCFD裡面 它是要求我們同時去思考這件事情 很見得一定說 這個政策的改變 它是還在提供 其實我們應該是整個都要一起去考慮 在氣候變遷 這種情況之下 對我們的衝擊到底是哪些 這個是要一起去考慮 謝謝您提供 好 感謝徐董 那我們剛才主幹單位說 我們可以到30分 所以我們還有15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們現在繼續請各位放開 你好 我是大力語言環境工作室徐愛迪 然後我先請教那個徐副總好了 就是我們很常聽到那個 就是金融業界或是一些CSR的 包括一年提到ESG 那我之前曾經在搜尋永續指數的時候 然後看到我們國內有一個金融工業 他們有推出一個永續指數 那他也是用ESG去做 就是篩分成分股 其中有一家就是獲得 就是有落選成分股的公司是亞銘 那我們今天上 就是像地球公民他們有提到說 像礦業法還有 就是我對於那個ESG裡面的那個E的部分 我很想知道說業界到底用什麼樣子的標準 還有當然就一個投資的立場 公司治理一定是佔最大部分的 那到底就是那個環境的 就回答說像我們常在講環保不環保 我們好像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或是指標 那我想知道金融業他在評估這件事情的話 他是有一個標準嗎 或是什麼樣子的一個 就是比較具體的一個內容 然後還有他佔的比重多少 這樣子我覺得作為一個就是消費者可能會更清楚一些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的好 就是剛剛您所提到的ESG裡面的E 就是針對特別公司 我們不是很確定他是怎麼樣的定義 那可是我可以分享一下說 在我們金融機構怎麼樣去推行這件事 那必須要跟您報告 在可能金融機構裡面大部分 就大部分可能都跟我長的一樣 長的一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可能會學商學背景 那商學背景進來以後 可能在這些題目上不見得是 那個在以前學校受過的訓練 你們更容易理解 我們這個環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可是其實我們在就是在執行這整個當者受刑 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ESG裡面 所以我們是把一開始會請了顧問來幫我們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會看到一個永續貢獻的檢核 那實際上我們在就是這個檢核的項目裡面 如果遇到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會有另外一個小組 那那個小組是在我們這個 就產業分析的那個單位 那剛好這個產業分析的單位 那個主管 那就是他也是一個化工博士 所以我們有些其實我們對商學這一塊 不見得特別清楚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專責單位 那這個專責單位 那其實都會受過一些專業的訓練去瞭解說 這個到底這樣子的公司 那在你環境議題上面 那到底是屬於友善不友善 或者看著一些相對應的這些保護措施 然後透過這個小組的一些檢核 然後最後才會慢入我們整個受信審核這個流程 然後去決定說 它是核准或是限制承作 或者是拒絕承作 所以一確就是您的問題 一確是我們在基統業所遇到的問題是 我們雖然說很重視這件事情 實際上這件事情也是從 用上層的主管一直要求下來 但是我們其實內部還是有些分析 那對於一些比較專業性的問題 我們的專業性的一個小組 他會幫我們去做評判 然後做一些分析 然後再達到我們最後 都會比較承諾 請做很多項目 謝謝 感謝我們 行務總的這個分析 我們再看下面還有哪一位先生 或小姐願意提相關的問題 請教他們三位 好 不好意思 我請教一個研究員 蠻年輕的 蠻不錯的 那麼我也羨慕你年紀 那我問題是說我的經歷 因為我過去在 在廣告能功能模式 執行過核能跟火力電廠 那目前這八年也執行過 電子廠方面 現在問題是說我剛才請教說 一件是350 350ppm 是怎麼定義出來 這根據哪個regulation的部分 第二部分提到說 有關你的CO2 希望說能夠 把整個化石燃料撤枝 這個問題 我覺得東西是要好 是可以不要思考一下錯 當然再生點也不錯 在我們使用端來講 你知道沒有太陽的晶片 對不對 掛著相當好 沒有很不錯 你沒有思考過它的背後的生產者部分 它的那個所謂高耗冷 高耗污水 高污染外面 明明有沒有Balance過 就是說跟CO2的Balance過 尤其電子廠 它排放是像PFC部分 那我想這是比CO2還更難多事情 CO2還有機會 可以recycle 到各個產業器 都沒問題 那PFC的話 我可能這是平衡 要怎麼辦 這個問題 另外也提到有關 你所定的手勢的SOP的部分 SOP 那這部分的話 你是怎麼樣的inspection 那你如果利用 你什麼樣的indicator來執行 就是怎樣inspection你的SOP 跟你的indicator 這樣子 你好 最後一個問題 可以再確認一次 您說 針對什麼的SOP 你不是就會有 展示一本很不錯的SOP 索色嗎 那是 你說叫做SOP 對不對 那SOP你怎樣 去做inspection 如果以黃鴻 你偏管角度來看 你這樣做inspection 那我們用什麼 你可以的 這方式 比如說 講到講完 真的就是IA 什麼事情 好 我先在第二個問題 進行回應 第二個問題 您所提到的是 我們之前所推出的 應該是去年 所推出的 校園撤資手冊 那這個校園撤資手冊的SOP 主要是在 讓你有興趣要去做這個議題的學生 能夠更進一步了解 氣候變成一級 他們怎麼樣去跟民眾溝通這件事情 所以說要去找到一個很好的 像KPI 或是indicator 這樣子的目標 對於溝通這件事情來說 是比較 沒那麼直接相關 那再回到前面 您的第一個問題 有關於350 我們是PPM的這個指標 可以先去像IPCC 他們所出爐的一些報告書 或者是其他一些 對於大氣的溫室氣體總量 所出爐的報告書 去看看他們的那個方法論 因為其實 每一個方法論 目前啦 大部分的科學家 還是大同小弟 就是對於我們目前溫室氣體的估算 那接下來有關於 怎麼樣去面對 我們今天要去處理 二氧化碳減排的這個問題 選擇撤資與不撤資 選擇怎麼樣子的能源 以及他們所背後付出的代價 這件事情 我這樣子summarize 你的問題應該OK吧 好 那先講到撤資這件事情 過去應該也是有蠻多人 跟我們反應過說 也許我們可以當一個責任投資人 影響力投資人 去利用我們的影響力 來改變目前產業的生態系 來去改變這些產業 他們做不好的地方 但事實證明說 其實這些網路上也有蠻多 像這樣子的評論跟 甚至是學術期刊都可以查得到 是在講說其實責任投資人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影響 尤其是今天你涉及這一個公司 它本身最核心利益的時候 是很難直接做出改變的 你很難叫一個做煤礦的產業 告訴他們說 我是一個責任投資人 我買了你的股票 可是未來你可以不要再做煤礦挖掘 或者是開發案了嗎 這對他們來說 這跟他們的本質是完全衝突的 這個就算你是投資人 他可能也還能呼籲你的需求 再來關於能源的選擇 其實我們想每一個能源都要付出它應有的代價 沒有東西是沒有後果跟成分的 讓我們能做的事情以環抱團體出發 任何的能源在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都要去很嚴格的監督 它背後所帶來的這些環境問題 那以氣候變遷這個案例來說 怎麼樣去降低碳排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再生能源的碳排 整個在生命周期的循環上來說 還是遠比傳統能源來得小得多 尤其是在運作的整個部分 長期在二十年三十年看下來 如果你只看最前面的建造 跟後續的回收 也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觀點 但是在整個運作的過程中 你是否排放了其大量的二氧化碳到整個大氣之中 這件事情傳統燃料的影響 絕對是有目共睹 然後也是任何其他的能源類型 是追不上的 這是我覺得 如果要以環境組織的角度來回答 大概是這樣子的看法 如果有關在這點部分 覆蓬方面 它還有很多的 空氣五臉 但它使用都是比較長的 沒有錯 那你其他別說 在過程 它就跟BFC Properable Carbon 在這部分 那有多了解釋嗎 以太陽能來說 他們目前在歐美和國家 有很完善的回收系統 那台灣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一直在呼籲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怎麼樣能夠在台灣陣地 屬於太陽能的回收 讓整個污染能夠降到最低 台灣的太陽的產業 不是近幾年才開始的 在過去二十年間 曾經有空光營事業 曾經有衰落過 可是過去這段時間 即便我們生產太陽能板 即便我們去發展我們的產業 都沒有很積極的去把相應的回收設施做好 以至於到目前為止 這還是一個爭議 以環境角度來說 絕對不可能把這樣的爭議示中履感 可是怎麼樣能夠登屋出政府 去把這個問題給解決 才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固體方面 我想推出應該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在其體方面 真的是把媽媽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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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海洋大學 王守成 那我想問就是說 在去年 IPCC的冷川會議上面 其實已經 我們看了很多報紙投票說 台灣全球距離氣候比界點 只剩下12年 好 那我想了解說 各個領域其實對這件事情的反應到底是怎樣 就是說 台上的這位 一位先進 你們在你們專業領域對這件事情 因為科學家很果斷的說 我們距離這個氣候 臨界點 只剩下12年 那各個產業 專業產業 轉業領域上做什麼回應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因為我是從事地位發電的科學工作者 所以我想了解 我們遇到很多在台灣做再生能源的產業 他們其實一開始缺乏風險基金的投資 或是天使基金的投資 似乎這方面產業 對於氣候議題的投資興趣並不大 那我想了解就是 財經方面 對這樣子 這個領域的問題有沒有什麼樣的回應 謝謝 那關於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想就是很具有專業來回答 那第一個問題當然是 就是大家我想也會在做 知道這是很抱歉的問題 那就我們學界而言 我們當然就是在這個方面去推動說 希望能夠不管在學界上 或跟其他的組織上串聯一起去推動 所謂的怎麼讓所謂的氣候升溫 還有極端氣候的影響 那今天看到的綠化資本流 那就是其中一個希望金融業 可以拆開起來 讓金融業能夠面臨到這個問題 透過金融業的資本 讓它的影響力趨勢的產業綠化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比如像工程中心 那也有提供其他的 比如說像 剛剛的議程之一 外部什麼內部化 那去談說 比如說高碳牌的企業 它怎麼讓它的成本 應有內部化之後 正確的環境成本 甚至能夠讓它 就是說目前 剛剛我提出的那些 這幾個 排塑四保 還有中油的利潤 其實如果真的內部化之後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的利潤 這很難講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希望是能夠大家一起做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這邊做一個簡短的回應 也許也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去做的回應 那1.5度C的特別報告 在去年釋出之後 當然對於各國而言 都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那一份報告的意思在於 我們過去在巴林協定裡面 所談的2度C 其實是來不及去解決 我們目前眼下急迫的生態破壞 那現在在未來12年 至2030年的時候 即將面臨的這個生態浩劫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做出更積極的改變 就是會直接讓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很多城市 或是其他的一些常見的生態系 造成很大的無可遞轉的破壞 那我們當然就是很積極的想要去呼籲更多的 尤其是有辦法去決定這件事情 以及轉型的人 說你們能不能真正的把這個東西 把這樣子的考量 搭入你們的決策當中 那今天早上黃博士那時候提到一句說 If not me who 被我們來的說 還有後面那句是 If not now when 就是如果現在你不去做 你想要12年之後再去做還來的急嗎 大概是這樣 謝謝 那我想就剛剛所提到的最後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所觀察到的一些 比如說電視機 它對於有些這些綠能的產業 那投資可能有一些 就是猶豫有些害死的 那其實從金融業講說 就是我們同時考慮到幾個事情 一個是我們在金融業 最久以前我們所談的可能是 就是shareholder 可能是我們的股東 那那些可能都是從利潤出發 可是這幾年其實整個金融業 它已經在轉型 變成我們談這個stakeholder 就是說我們不是只是討論 就是普通的這個報酬 也可能同時考慮這些我們財財 或者是這些關注我們議題 幫我們公司的員工等等 這些相關的問題 所以的確有一些 例如說在這些綠能產業 還在澎雅的期間 它一方面可能就需要 就是資金的遺註 一方面可能就會擔心它的風險 所以你在金融業 其實在考量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其實必須要去配合 但是中間的那個風險跟它的報酬 那也可能有一些做法 例如說我要去 因為我們剛剛所提到 其實風險就是一種報酬 因為沒有風險就沒有報酬 所以我們必須要多增加 例如說對這些綠能產業 或者是這些相關的這些產業 它的一個本質去我們了解 那透過我們這些資金 有時候也可以 例如說另外設計 設計一個 例如說Stino 一個小小的一個國資資金 那如果今天的投資是正向是對的 那也不會瞬間 就是這個 這個 那你就會有破例報酬 可是如果今天會不錯 那也會瞬間到 不管是我們 或學後的一個因素 所以我覺得這些 的確你提的真是好問題 就是我們同時其實在 玩命跟面對這兩件事 也在萌雅的同時 因為實在 就是我們怎麼樣 就必須會必須它的風險 必須要去取得 那我想這也是 說金融一直在 就持續你 的方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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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位的回應 我們最後還有一位 好不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後還有一位 請請這位 那就下載 你好 我這邊主要想要先 針對那個TCFD的部分 更多進一步的了解 因為我之前也是在 就是關於國服務過 然後 其實針對我對TCFD的了解 其實今年初才開始跑 直接開跑 然後甚至在標普它 甚至有自己提出來說 關於TCFD怎麼應用 甚至連投資界 都是一個問號 就是大家都還在看 到底怎麼看 所以我會想要了解 就是想要請教 就是許副總括 怎麼去因應 就是TCFD的新的東西 我們目前對它 所要採取的一個路徑 跟態度是怎麼樣 那另外就是也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 以目前的觀察 TCFD可以帶來最大的用途 會是什麼 就是不管是以借貸 或者是經控的角度 你覺得它最大的功效在哪邊 那另外想要請教 就是彥博士這邊 不知道對於TCFD 它在國際上的應用 或者是對於台灣未來 它的貢獻還有它的發展 會在哪邊 謝謝您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TCFD這件事 一開始就像我剛剛前面 可能有分享過 就是一開始它只是 要協助投資 來瞭解那個企業 它揭露那個氣候風險 相關的風險跟機會 可是在我們 富邦金鳳其實在導入 在去年我們特別找了部分 來導入這些事情 我們發現 其實它做的不只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從它要求揭露這些 個市裡面 從你去判斷它的風險 判斷它的機會 其實也是在那個 審視我們自己 到底有哪些風險跟機會 那我 有去談一個叫做 就是 就是 我覺得 它在這樣一個審視過程 在很久以前 就是 大家在 考慮氣候變變這件事情 可能只把金融業 當成一個企業社會公民 好像 你有些事情 你必須做 你不得不做 所以你做這件事 可是當你 看到這個TCFD的時候 其實你回去 省視你自己的 部位 省視你自己的這些風險的機會 你會發現 這個其實是會 你這些風險 你不去付位地的話 其實它就會 配給我卡給 就是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那你這個機會 如果去開拓的話 其實你可能會 很快會放棄 所以我覺得 對TCFD這件事 我實在 蠻佩服這個 他這個 其中一個倡議者 是那個Michael Prover 就是我們 那個金融業的人 都知道 那個紅波社的那個 那個人 他透過這樣一開始 雖然只是一個財務的街道 可是回來 省視金融業 他自己 有哪一些這些項目 可以發展的機會 可以推移一個風險 他其實是在考慮自己 本身怎麼樣來經營企業 又可以 所以一方面 你可以遇到這些 氣候變遷的議題 一方面 你都可以持續地成長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比較好的 一個正向發展的方向 謝謝 好 最後一個 唯一給大家 好 那個 在國際上 一句容易說 講 是今年才開始 比較 就才開始去推 那所以其實 目前大家 我知道 聽到一些 這些的方式就是說 機器業最麻煩 就是量化的問題 這些怎麼量化呢 就是 怎麼真正的精算出 它會面臨到財務風險的問題 那當然最近 那個 GFS 就是那個 綠化金融網絡 剛剛提到的 有18家央行組成的組織 那他們是 比如說提出一個很籠統的 就是說 未來極端氣候的影響 的影響 將會大於2008年 全球金融風暴 那到底是多少 不知道 那這個 所以說他們就是說 今年底會把一個模型弄出來 然後 希望呢 可能給 所有的銀行 跟銀行去計算 那目前 我有收到 下載到 看到的目前 國際銀行當中 就是 Citibank 就是花旗 有做出 CTF 花旗 是可以下載到的 但是我覺得它做的 還是 不是非常的好 跟還是很籠統 說真的 那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也許把它當成一個範本 或者說它有什麼需要 繼續去改進的地方 那另外一點 就是TCFD 對台灣的金融業的影響 就是說 其實剛剛大家都講 包括 副座副座位 包括剛剛的問 什麼是綠化 什麼是這個金融業 怎麼看待綠化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TCFD 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說它既然揭露了 我們就可以去檢視 外國的人 利害關係的人 就可以去檢視說 它定義的這個綠化 它去做的這個投資 或者它去定的這個黑名單 是不是真的就是 我們心目中的綠化 或者黑名單 那我覺得這個在未來 在TCFD 越來越具體化 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那我也許我們 就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一下 好 謝謝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 菲博士的一個報告 然後也感謝我們這個 徐總 我們聘業就員 網民看板 證明孤獨的一個 參加我們的議談 也更感謝各位 來到現場 來聆聽公司的提議 很多報告的意見 大家也從來的討論 非常地感謝 就像剛才我們 我們習武說講的 我們也要過不中 也要過不中 也要過不中 怎麼樣 大家帶一點理想 但是呢 還是也是積累的 總共 總共事業 還有發展 經濟業 總共有公式 能夠生存 來考驗大家的智慧 我們這一場 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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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